在大致位于日本中央的爱之县内 芬田市的面积最大 全市约70%的面积都被森林覆盖着 是一座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城市 自古以来 芬田市就是一座养产、骚丝业等制造业十分繁盛的城市 昭和时代以后 招来了当时的新性产业、汽车产业 此后 芬田市以芬田汽车为首 作为一座汽车产业繁盛的城市发展起来 制造业的技术和精神至今继承推广、卖卖相传 芬田市还有很多值得了解的魅力之处 芬田市 芬田市作为环保先进城市 专心致力于实现低碳社会的城市建设 芬田环保城是一个可以从生活、交通、产业等最尖端的环保技术出发 进行体验的设施 给人以汽车城市印象的芬田市 有很多魅力无穷的旅游地 约有四千颗分数的美丽的红叶 香蓝锡 樱花和红叶交相辉映的校园的四季音 在芬田市能够尽情享受印记的美丽分景 还有充满历史情趣的族筑古街 德川家康的始祖 松平先生的发祥地也在芬田市 芬田市有很多令人感动的地方 穿越芬田市的始祖川 多这一泉水的恩惠 人们因此而能品尝美味的芬田美食 芬田市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 桃子和梨 请品尝自产自销的芬田美味的地方特产美食 将所有观众拉进优雅世界的能乐堂 音乐厅里具有稳重气氛的广分琴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既能观赏美丽的建筑物 又能欣赏近现代名作的芬田市美术馆 作为球赛专用竞技场 堪称国内最大级规模的芬田体育场 愉悦的芬田奥登节 敬请体验这一城市的朝气与活力 并请度过难忘的时光 作为球赛专用竞技场 地乌虫的芬田市 期待着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